我們看看一房 有323呎 大概400多萬左右 入門 這邊做了一個入門櫃 可以放一些鎖匙 然後就有一個 Telecom 上面有些櫃位 層架可以放一些高腳的鞋 或者掛衣 都可以 長型的廳 走到盡頭 一個露台位 三合一的露台位 斜斜的 梯形的 但還是很寬 這個就是長型的廳 一字型的廚房 有特色的那樣 就是這個東西 拉出來就是一張 桌子 對於這個設計 我覺得一般 如果這個位置放在這裡 和洗衣機的位置 換一換其實可以的 擺位應該擺錯 這邊就有雪櫃 那就不開了 轉進來就是睡火 就是兔肉的設計 正正常常 兩房就放了一些家具 453呎 入門 走馬漢花看一看 做到一個櫃 一字型的廚房 一個長型的廳 放了一張飯桌 梳化 電視牆 電視牆 它拆了的 然後就 露台 這個坐在這裡這樣 炭 蒸餾咖啡或者茶 這個挺像手 但你教你要放一個熱水壺 這個長廳 漂亮的 而且樓底是不太高的 這邊 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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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室真的誇張到嘔 金碧波 算不上 但它吃面用得太多 你看 連這個存活櫃都不做 這邊拆了房間 做了一個書房 然後做了一個間隔場 這邊就是主人房 還有一排衣櫃 好 665呎的三房 就是Season Pace 這邊 電子門鎖不錯 長型的廳 夠細闊身 還有長身 震頭處 有一個露台 也夠大 它有一個層級的 這樣踩下去 然後露台門用拖門 一個長型的廳 製造這個 這邊就是廚房 也是白色的面 會得風很喜歡 明亮色的 看上去就會光鮮亮 漂亮很多 洗衣機 在這裡 還有一個抽拉櫃 挺實用的 下面還有一些 這個省了給 明火 然後一個大窗 這個很容易 順著走路走 就有一個下次 用臨浴的 這邊就是睡房 一個落地窗 另一間睡房 這邊就是主任房 轉進來 一個L型的轉角窗 唯一欠了一個 衣櫃的位置 這邊就是主任浴室 很漂亮 這隻最便宜 大概是980萬 你覺得買貴了嗎 我們可以接受這隻的 好 整個電源 對 說的 我們現在的 嘗試